我们要懂得要吃素念经 心里要保持一种常态 我很开心 一直觉得自己很开心 我们经常去跟那些很痛苦的人去比 觉得自己很满足了 你就会越来越发喜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与你跟有些人在一起讲话 你会觉得很轻松呢 你有时候跟别人 另外一个人坐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紧张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烦躁 实际上你已经心灵的磁场 受了它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一起吃饭坐在一起 只要有一个人不讲话 就连板子 你讲笑话大家都笑不起来 很讨厌的这个人 对不对啊 今天你们大家都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张开着嘴巴在笑 对不对啊 那那个张先生笑得最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嘴巴张的嘛 开心了 学博了 对不对啊 所以学博也是这样 当你学得越来越开心 那么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法文了 当你学得你觉得不开心了 我不想再学了 那么你已经 跟这个法文没有缘分了 就是这样 就是跟人跟人接触一样 是一种气场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被别人一说 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因为你自己 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磁场 能够遮住它 拉住它 所以意念 才会被人家带着走 他想说 很多人没有主意的人 就是心灵磁场不够的人 一听这个人说 哦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他自己没有主意啊 对不对 所以要 这种人要念什么经呢 常念心经 我现在告诉你们 时长的增加靠念经 明白吗 还有吃素